不可能 明天我们就登记结婚 我们不是秦叔妹 有情人终成秀妹啊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着 这也是咱们最近的一个财务情况 前期呢 贪子破的太大了 所以资金 吃得有点紧 还是希望您能再注资一起 说实话 我关注到秦子金定行业 都是因为前段时间毕欠的案子 那个当妈的 太强了 您说的是毕欠啊 这个女人我也解释过 当时她找我 还是我推荐她去找邓宁书的 对啊 我就是听你说的这句 我知道你们是朋友才偷得你 可是你现在呢 给我的报表 非常难看 吕哥 这个你得再听我解释一下 短期内呢 打住 我不想替她 你们行业 我是外行 你说的再多我也不懂 我不懂 你就能骗我 我说没错 李哥 这话 也不是这么说的吗 我做投资这么多年 知道没行人赚钱的 都是有投不资源的公司 而那个董灵书就是投不资源 所以 我不管你们是真的好过 还是和我吹的 千真万事 现在让我追加投资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让那个董鉴定师来落信 成了的话 咱们就接着往下聊 说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明白 林叔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现在落信全空了 如果他现在撤死 我就彻底全完蛋了 什么叫落信全空了 你们之前不是 一直做得很好吗 本来是情场事宜 小赌计吧 谁生产越玩越大 我现在外边欠了很多钱 但是宁顺 你相信我这一次 只要这一次 你帮我渡过去了 我以后说什么都不赌了 还有 还有你的薪资待遇 咱们什么都好商量 如果账面上的钱不够 我想办法再跟你凑 林叔 我知道你心人 你绝不会看我 就这么废掉的地方 咱们重新开始吧 你回来诺信 我把我的妹子让给你 我给你做副手 走 李哥 我介绍一下 这是董灵书 林叔 这是咱们诺信的投资人 李哥 你是 董建定师 你好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 坐坐坐 坐下 李好 坐坐坐 服务员救水单 林叔 李哥 你先点亮 我先接个电话 你们先聊着 行 马上回来 我以为了姓马的 只会打嘴炮 没想到 他还真把你给请来了 东主 你打算什么时候来诺信啊 我是不会去诺信的 什么 我说 我不会去诺信 那你今天来 是玩我吗 我今天来是要提醒您 诺信的账有问题 放心放心 只要董灵书来了诺信 您这点钱根本不成问题 对对对 我正在抓紧办 跟哥几个说 再容我几天 好 李哥 李哥 您说他人呢 他临时有事 先走了 那你们刚才聊得怎么样 挺好啊 他说随时可以入职 太好了 太好了 李哥 那您看咱这个投资 没问题 太棒了 小马 你最近不出差吧 如果最近不走 那我钱到账了 就给打回去 不出差 不出差 李哥 您随时吩咐 好 长西达 你今天是要去卖 我去相亲 赵琴 都给我扔开 你也走不了 赵琴 别骂着我 走不了 你们别吵架 别吵架 别吵架 这暂时是拙出轨啊 还是担上架啊 你走不了 别吵架 你快走 过来不去 你难得走来一趟 就碰到这么近 走不了 让开 不能走 不能走 怎么会这样的 别吵架 别拦着我们 都别吵了 这个是我们鉴定中心的董主任 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吧 你们两个准备采样吧 我们不会做的 不可能 明天我们就登机结婚 我们不是秦叔妹 有情人忠诚兄妹啊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着 你们两个做好 全天再来找我 我们认识两年 所有人都说 我们长得有富气象 我们喜欢听的小钟音乐 居然都是同一个歌手 我们都喜欢白色 对海鲜过敏 左撇子 红绿色嘛 我们觉得彼此 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几十亿人 能遇到这么契合的另一半 有多难吗 就因为我们的相似 我们都是同一个医院的 试管婴儿 就非得说我们是亲兄妹 看你们俩感情这么好 如果能够顺顺利利地 结婚生死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啊 这样 不好意思 我插句嘴 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是 你们的怀疑的话 确实有点牵强 我们两老伴 当年都没有生育能力 那个时候试管婴儿技术 才刚兴起 我们俩就都去了 同一家医院做试管婴儿 所以当我们发现 他们也是同一家医院 做的试管 还长得这么像的时候 我心里老绝对不对劲 就私下去找了当年的医生 医生说 的确有可能 是同一个生物学父亲 捐绞 但这种问题 你其实是可以去找 当年那间医院调取病例 来验证一下吗 对吧 前几年医院发生了大火 很多资料都销毁了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确认 才逼着这两孩子 过来做亲子鉴定 那我觉得 你们应该做一下亲子鉴定 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 那如果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妹 让我们怎么面对啊 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睡了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们打算就这样 灰灰灰灰灰的过下去吗 如果 如果你们今天 不做这个鉴定 妈 我今天就撕给你们开